梁鎮精和他的家人是不是不应该飞入中国的领空啊 是 叫那些混蛋自己搭火车回上去呢 出于高铁 不经过安检就可以拿进去 还要输除官司还要死场 所以呢 真是能够说飞行安检 飞行安全 真是莫过于敏而不熟 莫熟的了 喂喂喂 是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好 你们生气不生气啊 是 我真是很生气啊 每一天看着解雇的数字上升 每一张的面孔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都是一副无奈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事的 没有一个人是做错事的 最错的就是这个香港政府是不是 是 是 出卖了我们香港人的制 这个香港政府和他们的雇主 是不是 是 打工仔里哪里有做错啊 是 好 航空安全是一件很严肃的课题 是由国际民航组织 颁发给每一个有签到 芝加哥公约的成员国里面去遵守 里面有不同的范畴 针对航空安全 针对今天我们解雇事件 就是说当现在指控有参与非法游行啊 激进啊那些人就是安全隐患啊 所以他们就不适合飞了 我就要告诉大家 到底安全 飞行安全在这一部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国际民航组织在 所有有签到芝加哥公约的提约国里面 有个很清楚的指引和一些建议 你们在训练你们自己国家的飞机师 或者空中服务员的时候 下列这一大堆的课题 记得在训练的时候要训练他们 他们是要懂的 你现在上去ICAO的网页 只要输入cabin crew safety training 接着就出十几二十个topic出来给你看 到底空中服务员 他们如果要飞 他们的雇主获授权 去训练他们的什么资格 是写得很清楚 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关于政治立场的 要标签我们的从业园 说他们是危险人物 你都要有些根据 但是你毫无根据地 就是说因为他们去过游行 违法的游行 有些人被人抓 所以他就危险了 如果有人去过非法的游行 就用香港的法律去检视他们到底有多非法 如果他们真是非法 经历过法庭的程序 被判有罪 你可以说他有刑事记录 没错 的而且确对他的就业是有影响 但是 等不等同他们是危险人物 如果大家还博有记得 发生过一件航空界的大事 叫911事件 有人跟我说 你们这些人 去完游行 危险 你们激进 让你们在飞机 让你们在飞机服务乘客 你们会不会演变做空难 你们会不会演变成 骑劫飞机的事件 如果你们还有印象 想清楚这些说话 他指控着什么 911事件是一回什么事 有个恐怖组织叫艾尔盖达 听过一下 他里面有成员矫装做乘客 越过了所有的安全检查 进了飞机 飞到半空指定时间 这些恐怖分子发难 并且成功闖入驾驶室 制服了几位飞机师 之后让成空难 我们的飞机师 在该次事件的飞机师 空中服务员 是陪死的 他们没有发动过恐怖襲击 根本完全是两回事 为什么会有人可以 将因为有游行 扯到变成恐怖分子 这样说的呢 而且还要去到 大家互相睹背脊的程度 同时之间要互相出埋 建基于的就是 因为有人支持过 在哪一次的游行 或者反送中的运动里面 把尺 是不是应该要一样 量度人家和量度自己 是不是应该一样 你懂得说 支持反送中的人员 他们危险 撑警那些很好吗 说我们年轻人 在上街冲击的时候是暴徒 你们不是制度的暴徒吗 一众指责人家是暴徒的人 你们才是暴徒 你们22年来 这么多年以来 都是制度里面的暴徒 说暴徒 没有人提得上你 如果不是有制度的暴力 何来会有街头的暴力 指责人家是暴徒的人 请你自己想清楚 没有你们制度上的暴力在先 就不会要今天这样的局面 你们不会好得过去很多 所以如果你一心对航空安全 正正就是在我们的 从业园的神经事 每一个的从业园 如果是空中服务员 他至少要被培训 可能一至两个月 有些公司三个月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十几二十个课题 大家坐飞机 只是吃飞机餐 看着电影的时候 不会知道 我们背负着多大的责任 屈完一次又一次 今天屈到说他们 有人可以放光那些氧气罢的气 这个氧气罢 是用来救自己 以及救乘客用的 是救急扶危的必需品 怎么会有人走去放光它 毫无跟随的指责 一段的录音 说明是黄丝大空者 又怎么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以正视听 其实这些安全课题 不是随便哪一处可以提供这些训练 是航空公司 他们指定的安全训练部 而且指定的训练官 在被一个人入职之后 训练了他之后 还要每一年 回来要出席周年考试 考试有分实习的 即是真正去开一次飞机门逃生 以及是电脑的问题等等 而且还有更加多的紧急设施 每一样 每一个空中服务员都要懂得用 并且要知道 怎样用 何时用 用多久 飞机师更加专业 他们的培训可能是12至18个月 才可以开始去飞 累积他们的飞行时数等等 每一个飞机师 他们投入了的精神时间去学习 而且在他们开始飞之后 他们更加考试考得密 每半年就要检测一次 每三个月他们都要做健康检测 没有一个飞机师 是可以告诉你 我呢 逐一游培训之后 我就硬硬硬 我很有空 是没有的 所以你想像一下 每一个来到我们面前 飞机师被解雇的面孔 他们一生的心血 摆出来的时间 在他们每一次飞行的时候 没有停过和地面 每一个雷达站 通话 这些功劳 令到每班飞机 安全地去到目的地 只是因为 他可能在他的面书 表达过去的政治看法 甚至有些是没有面书的 他过去几年是没有面书的 有人 但是故事就告诉你 总之你的名字 就是在这个禁制名单上面 你不能飞进去中国 不能飞越过中国 这个禁制 对他们来说 很可能是永久的 很可能他们以后 都未必做得回这一份工 但是为什么 明明跟他们的专业的资历是没有关 这个以政治的取向 取代了他们专业的资格的平衡 这件事可以在航空界发生 就是因为 越来越多的专业 也都会报他们的后层 慢慢 专业的资格 首先就要看下你是否政治正确 是否政治要归顺 甚至要支持政府 你才有工作 大家试想想 你们会坐飞机 我们空中服务员 和飞机师的飞行经验 是非常之重要 你一下子 解雇那么多具有资深飞行之力的人 会不会害人中害己 航空公司你 所以我们很希望 大家 无论多么艰难 都不要放弃 大家去到哪里 都记得要支持这些被解雇的人 就是因为今天你们支持他 就是为了防止 这个白色恐怖 终归去到你的面前 的时候你发觉太迟 做不做得到啊 做得到啊 每一个被解雇的面孔 都是告诉我们 他们很想拿回公义 很想拿回公道 我们也都没有放弃过 从四方八面的方法 包括和国际的运输工会讲 民航分部 你们一定要尽量协助我们 这些朋友 和我们被解雇的人 因为现在涉及到的 非行安全这个范畴 事实上也都是只有你们 能够有一个办公室 在国际民航组织里面 能够帮我们去发声 甚至争取 我们也都研究中一些可行的方法 事实上 作为雇主 你是应该代这些员工 尝试向 这个的中国民航局 去据你力争的 911事件之后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停飞了接近14天的时间 整个民航界是凍结了 一恢复回飞行之后 第一件事做 就发觉有恐怖分子 尝试以液体的方式 大爆炸品上飞机 国际民航组织 和主要的美国的航空局 就决定 要禁止所有的液体 带上飞机 这个决定 当时是说的是任何液体 无论你有医疗需要都禁止 但是雇主 即是航空公司 工会 以及民航局自己 都即时要检讨 因为 原来有部分的乘客 去坐特别长的长途机的时候 他们的确是有一些药物的需要 是液体来的 甚至有空中服务员 都有这些需要 简单的药物 可能眼药水 是不是 十几个钟会干 你要滴眼药水 一滴都不准带 对人的来说 这个需要 是有一个很坏的影响 于是就是因为有雇主 有航空的监管机构 会继续去检视 所以稍后了 一两个礼拜都放宽 到 现在你是健康模样 一百毫升 摆下个瓶 要透明见到 等等 全部东西都是说 你作为把关者 你作为雇主 其实你是有say的 为什么你不尝试 去和中国民航的据理力争 为什么你完全放弃 这一班为你已经 这么卖命的员工 而我们见到 解剖的数目不断上 我有一班很支持我的理事 看见到他们 甚至是 扑大便便 他们都不怕 走出来 我想说 而这么多个月以来 我们都是一班 愿意站出来的人 因为我们觉得 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 无论 我们身为女性 女性是不应该受到 一些特别的骚扰和对待 我们都是我们的权利去发声的 他们作为 妈妈 他们的新教 胎教 已经可以告诉大家 社会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明白正义的地方在哪里 而很庆幸他们 今天都愿意站出来 我想说 不是说支持我 而他们觉得 他们是需要发声 告诉大家 发生了什么事 去说他们的感受 给大家听 大家好 我们是港龙公会的历史 在今天上台之前 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过 其实我们愿意站出来 站上去 这个解雇潮 现在可能才是刚刚开始 有一些解雇的个案 回去只有五分钟 只是告诉你 这个是不是你Facebook 两张相片你确认完 我现在就解雇你了 但是我最新收到的 其中一类型的个案 那个人只不过是 like另一个人的Facebook 他自己没有写过东西 都被炒 这种恐怖 这种的残忍 而又不给人辩解的方法 甚至应该有的 纪律处分程序 全部都绕过了 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狠心 大家心中有数 但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将这一样东西 继续要说出来 制止这个恐怖继续蔓延 不要被一个又一个的 专业界别失陷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 即刻做到的事情 我想象不到终有一天 其他的专业 医护 教育 等等的话 原来你政治归边 原来你肯听政府话 那你就可以做这些的专业 到时的香港会变成什么模样 不单止这样 到时可能我们所有人的言论自由 发表自由 集会自由 都已经变到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希望 这里 告诉所有朋友 知道 不要小看你自己有一分力量 你们每个人 心里面都有那个氧气瓶的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记住抓紧他 好好地 告诉自己 心里面最值得要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想做那件事 我们大家一起做 就会做得到的了 好吗 好 而因为大家的愤怒一直累积下来 我都相信大家在不同的平台都收到的信息 我们的学生们也都决定会罷课 响应学生们的罷课 已经横跨至少二十几个界别的打工子女 是他们想大家 9月23日再以罷工这个方式 去令政府有所回应 到时我们也都会支援他们 但是我很想告诉大家 要珍惜仍然可以使用这个罷工权利的日子 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们今天经历很排除曼难 终于拿到不反对通知书 昨晚我就在这里附近 对着那班这样的人 在这里说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郭泰城 他们就说不准 他们来来去就很想说 你们一个人坐在那里 站在那里的参与者 突然间会变成冲击的人士 整天就说 那接着下来就会冲击了 接着会怎样 是的 机场无法运作了 你做什么都没有去做 是我们叫人 我们不会叫人冲击的 但是其实去到每一次 无论是游行员不定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 是谁搞到人家要冲击的 是警察 是警察 他们不会这样在那步步进逼 是不是都逼到抗争人士那里 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次的冲击 他们应该先要克制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 我们是和理非 什么时候我们都做到和理非 好不好 好 亦都永不割席 无论这场运动是怎样艰难 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园形里面 大家都做我们大家可以做的事 好不好 好 我在这里最后告诉大家 无论有多少人跟着可能会被解雇 无论这条路有多难走 职公民都会和大家一起继续走下去 好 撤回解雇决定 撤回解雇决定 还我言论自由 还我言论自由 对抗白色恐怖 对抗白色恐怖 多谢你们 好 多谢Carol 我们现在有请Rebecca和 还有港陆空近人员协会有三个历史是发言的